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难道就是我写的名场面 盛耀酒店顶楼套房客人 机箭手楚天 楚先生 我是您的专属客房经理何璐言 签名还是支票 爱 我是不会给你的 还真以为自己是行走的荷尔蒙呢 他是真有病啊 他担心梦游会影响第二天比赛便把自己绑起来 绑着多难受啊 出去活都活动吧 没错 近两年的财务报表我全部都要 还有何璐言的所有资料 一周 一天之内我要他们全部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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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jjj 小 小石 小石 怕了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 这麒麟和楚天互相残杀 究竟谁会写上新闻呢 何经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盛耀酒店要垮了 Subscribe 楚先生给了酒店五星好评 这 什么 楚先生最近在备战顶级的基建比赛 但是体重一直上不去 压力很大 昨晚他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走到您的办公室 还吃了温斯顿家族 营养师特调的增基餐 结果体重意外达标 大获全胜 因为楚先生的这条好评 咱们酒店的订单 已经排到下半年了 我 我跟齐总说了 昨晚的夜床服都是你负责的 这件事你供不咔我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还有一件大好事呢 齐总要单独见你 何璐言 你作为酒店客房部经理 没有了解到客人梦游的习惯导致 导致客人意外尊重 获得冠军 然后咱们酒店收获好评 收到好评是酒店应得的 你只是走运而已 接下来我将亲自考核 不及格立刻送人 考核我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怎么不敢接收 盛耀酒店是全球绝品标杆酒店 不经受严格的考验 怎么配留在这里呢 我可不会对你手下灵情 我一定对自己严格明确 忠不忠心 我一事便知 何璐言 怎么了 大堂里出现了二十三种相分 其中还有一种非常突兀 合经理 你就是这样塑造酒店相分合调的 我 不会干就给我走人 你这鼻子真是比狗还脸啊 新来的合经理好和善啊 他不嫌我反应慢 还帮我解决了电脑问题 对啊 我俩一个宿舍的 他人可好了 齐总 齐总 笼络人心 雕虫小技 齐总收效了 居然插不出她的来头 是哪个神经病 写出了麒麟 这么麻烦挑剔的传误 是我 那再忍人 忍不了了 我要赶紧搞垮神药 这是由纯天然高含氧量的山泉水 泡制而成的芽茶 刚刚好五十三度 齐总 您慢用 从我昨天踏进酒店 你的转正考核就已经开始了 在您进入酒店之前 我就已经在准备为您的专属服务了 比如给您的查理加热药 可惜 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真以为我刚刚什么都没看见吗 您 看 看见什么了 看见我热药了 敢在我面前做这种事 谁给你的胆子 给你个机会 主动承认 齐总犀利 既然话已至此 其实我是一个神秘组织派来的卧底 继续 我背后的组织就是 上天 您的风神俊秀和义士出神 让老天爷都不敢相信 我做梦受到他的启示 前来一探究竟 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完美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幽默 进 齐总 查清楚了 何经理收下的红包 并不是受坏 红包 不是贿赂 难道是压岁钱吗 那里面是楚天今日 最新买的签名照 他为了感谢圣耀 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您也有 齐总 好 抱歉误会你了 这也算道歉啊 你这是做什么 齐总 你明察秋毫还我清白 所以 我想用我们家乡的最高礼仪感谢你 礼仪 您看 这像不像是放烟花 咻 揣揣 咻 揣揣 原来不过是想引起我注意的女人罢 出去 还好没暴露身份呢 这 这这 我刚刚好像看到齐总在偷笑 抱歉 我这边不太顺利 如果麒麟真的像传闻中的那样 那肯定是破绽百出 陈珠奇 再找机会 放轻松 何洛言 我相信你 温和谦逊 张弛有度 不愧是布鲁斯 为了布鲁 布鲁 布鲁 Natu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